HuPu 2月21日是,今天出版的大人外报,有人设恒大,好海欧,借用狄天灵事件,对恒大的一些公关行为进行批判, 并针对近期恒大在转换市场进行的一些动作进行了评论 值得一提的是 这篇文章发表在今天大连晚报的N15版 这个版面其余两篇文章 同样是关于广州恒大的 分别是澎湃新闻稿件 恒大新规破坏联赛不得人心 前将晚报稿件广州恒大 请放中国中求一马 大连晚报文章写道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演员迪天琳一定不会在2018年最后一天 晒出自己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录取的通知书 这个春节 迪天琳过得就像煎锅里的云 被油煎得外焦里嫩 人设了一段时间 刚刚要火 突然就糊了火去 写摆一分钟 人设迟年功 显然这个小伙子比波书亏本 毕竟波书人设 火了那么久才崩塌 该赚的钱赚了 波书也很好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看来 人设有崩塌的危险 这个春节 许家印再回河南老家过年 前故后庸的大阵仗 将这个小乡村的年位一下子隆重了不少 其实 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今天 马丁恒大和徐老板的文字 多少还是有一些忌惮的 据说 徐老板嫌下来有个嗜好 就是爱上网搜自己的名字查看结果 有一天 他搜完后 脸色铁青的把布下叫进来骂了一顿 所以 比较乖的布下会 提前看铁 遇到不合老板心思的 就会动用各种关系提前杀铁 全哥的稿子也被删过 你就不敢提平衡大不高情绪 专门花高价从别的俱乐部汪然 做都做了 但别人不能说 所以全哥就琢磨 这件首富的布下们度量不行 你总这么人生山铁 搞得首富们就已被黑锅 不好 在这个冬季 恒大又成焦点 全哥想回避都不行 春节前后 恒大迫不及待的官宣为是豪 高准义 吴少聪 刘一鸣 张修文 和超六名 不到24岁本土年轻球员家吗 其中五名是国脚级球员 这在中超演员史上也是罕见的 好汉哟 感觉恒大已经到达了高潮 好震撼 不过从前庭福建来看 在2018赛季丢贯之后 徐老板曾提出 球队要在2019赛季 完成人员换血的任务 但有一个传闻 却与恒大换血巧合了 成为为了好赌塔塔尔世界杯的决赛资格 国足集训队将脱胎于恒大 坏句话说 就是2019赛季的恒大队 变成了国家集训队 这也就变相的实现了国家队大连赛构想 更为蹊跷的是 这些两年前就身价超一的年轻国家 在转会恒大的过程中 不约而同的降低身价 转会费一分不多的卡在了2000万元的桥鞋税起征点上 合理的完成了避税 亚太转会和超的心理价位 曾设在2.5亿上下 国安当初签下为是好 光鲜自费就给了2500万元 如今陪着老本贱曼恒大 所以转哥觉得 这些俱乐部性感情乐子起白拉当 以贱卖年轻国家来巴结首富 这样的行为太可耻了 当然 这些看似荒唐行为的背后 都只像一个热词人设 那具体怎么人设的 没有关心 转哥不好说 但转哥总有一种感觉 娱乐圈人士帮他的故事情节 正在以每秒100公里的速度 向足球圈驶来 Daniel science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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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先生 先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